大家好,天热我们要多吃丝瓜 今天用丝瓜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营养美味,老少皆宜 首先用刮皮刀刮去丝瓜的外皮 去皮后把丝瓜改刀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下手抓拌均匀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把10块钱一斤的大虾去掉虾头和虾线 再把虾壳给它剥掉 嫌麻烦的朋友可以放冰箱冷冻半个小时 那样比较好剥 最后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虾头也不要扔掉了 可以炒出虾油,拿来下面调,也很好吃 然后用刀在虾仁的背上划一刀 这样更容易入味 全部处理好之后 再用清水把虾仁清洗一遍 洗净后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空碗中打入三颗农村户口的母鸡蛋 接下来起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 把鸡蛋快速地炒三炒熟 鸡蛋炒至定型后 先盛出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然后下入虾仁 把虾仁炒至变色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 支持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虾仁炒至变色后 再把丝瓜放进来 开大火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调味加少许盐 一点点的松鲜鲜 再加入少许胡椒粉 把调料翻拌均匀后 转中火给它烧至两分钟 两分钟后 下入炒熟的鸡蛋和适量的葱段 再次翻炒均匀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 丝瓜鸡蛋会瞎人 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鲜甜软糯 味道鲜美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做给家人们尝一尝吧